好 来 看这里 三圣的季节又到了 茶百道的那款三圣的乌气漫黑 很多小伙伴有私心问我们 能不能安排一个教程 来 今天大家来了 我们今天1比1还原 茶百道的乌气漫黑的做法 今天我们做中杯 但是我们在那个凤梨酱 我们今天就没有腌制了 全部用新鲜的凤梨代替 茶百道的凤梨酱是腌制的 如果有需要了解 茶百道凤梨的制作方法 可以后台私信我们 首先准备四瓣的草莓 一片香水柠檬备用 准备一个雪克杯 放个30克左右的凤梨 1.56勺的三圣 捣碎 捣得越碎越好 我们尽量做到没有添加 没有海克思科技 如果没有新鲜的 三圣也可以用冷冻的三圣 或者是三圣汁代替也可以 苹果汁50毫升 五蕴茉莉绿茶70毫升 纯净水30毫升 冰糖糖浆10到15毫升 如果腌 凤梨被腌制过的 可以少翻一点 补老冰块是400克多钱 雪克一下 倒入出品杯中 好 来 这样一杯茶百道同款的三圣 乌气抹黑就做好了 这里会有一个区别 就是它的三圣 用的是冷冻的三圣 我们这个用新鲜三圣代替 所以它的颜值没有那么黑 好 来 我给大家喝一下 看好不好喝 这味道不错 这一款的配方 是1比1还原了茶百道的 但是我们没有加一点点的海克斯科技 全部都是用了鲜果元素进来的 非常好喝 你们有喜欢的 可以学起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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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